原本指揮中心預估說 接下來的單日高峰 確診會突破10萬例以上 但是最近這兩天觀察 其實這個確診數都有落在8萬例左右 所以陳時中就是說 這是疫情控制得宜 那羅伊軍也有特別點到說 如果中南部沒有增加太多 那再加上北部跟東部的話 都可以控制這個病例數下降 整體的疫情 全台就有可能有降溫的趨勢 但是未來過高峰的可能性 可能還是要看這一兩天 才能看到接下來的趨勢 沒有辦法太開心 不過很多的專家就認為 指揮中心現在的一個態度 說是疫情控制得宜 這件事情必須要打上問號 而且很多的專家 也不這麼認同的 我們再來關心的是 台大醫兒童醫院的院長 黃立民他說了 這個確診數沒有明顯的往下走 跟是否控制得宜 這件事情還很難講 沒有辦法這麼快來下定論 另外前國健署長邱淑提 他有點到說陳時中 真的是太自大太狂妄了 因為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況之下 這個人民犧牲了什麼呢 很多的民眾 他們是自主不出門 可以發現公園的人流 都變少了47% 就連交通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 大概也減少了46% 就連購物還有休閒中心 人流都減少了3成以上 所以就可以觀察 這個政府到底控制的好不好 感覺上是人民自主得出來的結果 應該要去問這些餐廳觀光業者 還有計程車業者 還有廣大的家長們 結果大家心知肚明 我們就來觀察到的確 最近的確診數 從在5月19號這天 有見到9萬例之後 連續兩天都是在 8萬5 8萬4左右徘徊 那接下來會不會再衝一波高峰呢 這個誰都很難講 當然民眾自主 待在家裡面防疫 我想會是最大的一個工程 所以在林口長庚的副院長 邱副院長 他就有點到說 單日新增了89多萬例 來推估的話 未來台灣可能會走向紐西蘭模式 也就是說這個高原期 大概會維持兩週到一個月 預計是在6月中旬到6月底 會有這個高原期的期間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疫情 真的是防不勝防 昨天中央在松山機場的第二航廈 前面是設置了大型的篩檢站 但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批評說 這個中央戰術錯誤了 要他們不要瞎指揮 時事評論員鄭村旗也痛批說中央講不聽 難道是因為台北市原本設置的篩檢站 民進黨沒有什麼好撈的嗎 中央跟地方這次在爭執說要不要在松山機場加一個 地方明明是說 你把那個PCR的篩檢量 檢查量幫我們提升 原來的點提升就好了 他要給你增加新的點 我就想不通 就跟那個醫護 拼命跟那個中央講 跟陳時中講 說不通 後來我想搞不好原來台大怎麼增加提升量 沒有什麼 沒什麼能夠撈的 我的問題是說民進黨你是撈得不夠 搞不好新帥個點 買機器 買設備 讓他們撈了 他整天就想要怎麼撈了 如果說這一次要決勝也是減低死亡率 那你為什麼不是下重金 不是下這個很好的資源給這些醫護 讓他們打起仗來精神飽滿 你會覺得這個錢花下去 怎麼這麼吝嗇 怎麼這麼苛扣 那我們又問 幾千億的這樣的錢花到哪裡去 你們前面在那邊挖來挖去 從你看篩計也有問題 疫苗開發也有問題 一大堆高精數沒到質疑 質詢有沒有錢用到哪裡去 所以我說他們這個方槍左板 看似無理 明明一塊人這麼胖 幾十塊人這麼說不聽 是不是他們都在想口袋 你嘴巴去醫護在那邊乾乾乾乾一直叫 這有小孩子的家長非常緊張 你緊張 幾緊張 他就睡著就說 你們不會在那裡 沒辦法照這個機會 越亂 跳越嘴越好 你們的生命 省耍照顧頭 所以我是覺得整個這種 不仁的心態 然後讓老百姓慌張 緊張 你生病的時候又增加這個不安感 對於痊癒是沒有幫助的 世界衛生大會WHA 22號到28號將在日內瓦舉行 台灣這次沒有收到邀請函 蔡政府說是因為中共的打壓 但是前總統馬英九 就在臉書上面開炮了 他說那為什麼他的任內 年年都可以參加呢 強調一定要恢復兩岸的協商 這才是根本之道 今天衛生大會WHA22號 將在日內瓦召開 這也是疫情爆發以來 首度恢復實體會議 台灣並未收到邀請函 前總統馬英九在臉書開炮 蔡政府說這是因為中共打壓 但為何在我任內 從2009年開始 我國就可以年年參加 還不忘提到龐佩奧今年初來台 接受蔡總統贈勳 被視為最挺台灣的美國國務卿 卻在關鍵時刻 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拒絕 因此馬英九強調 一定要恢復兩岸協商 重建兩岸互信 才是根本之道 台灣的防疫經驗 可以做全世界最好的貢獻 卻因為中國的政治干擾 不讓台灣參加 不會站在說矮化自己而來參加 總推給兩岸關係 不正是根本問題 2009年馬總統執政後 時任衛生署長葉金川率團 以中華台北觀察員身份參加 當時遭質疑自我矮化 如今卻連邀請函都看不到 不過朝野立委人組團 附WHA交流 現在我仍就站在阿姆斯特灘的機場 要轉機去日內瓦 看到在阿姆斯特灘機場裡面 所有的人群 他的生活都已經恢復正常 孫昌院長吹牛也不要吹過頭了 過去台灣防疫的成果 跟民眾的努力有非常大的關係 疫情爆發兩年來朝前 部署成了超後執行 被世界打臉 美國跟兩度把台灣旅遊警戒 升到高風險 側翼還在帶風向宣傳 染疫可提升免疫力 但缺快篩缺藥品 要人民拿什麼來拚 8400億的特別預算 都已經給你們了 但是所有的防疫物資 全部都缺乏 沒有部署 讓病毒追著跑 到底的政治防疫 令人非常痛心 台灣從防疫模範生 蘿維國際後段班 重要的國際組織也沒得參加 藍郡大罵蔡政府 還不好好檢討嗎 這波處在高風險的 還有一個族群 他就是外送員 有外送員就分享了 自己來去送快遞的時候 就看到了這樣的景象 有一次他送餐到目的地的時候 就發現了客人把餐點的 紙抄零錢都泡在這樣子 有裝酒精的桶子裡面 讓他自行的拿取 他覺得非常的有趣 但從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白色的這個 像桶子又像碗裡面 裝著了些許的酒精 裡面有一張一百塊 還有五十塊硬幣 跟五塊錢硬幣套在裡面 事後他也在留言處回應說 他在他們家樓下 待了快五分鐘 為的是什麼呢 只為了吹乾那百元鈔 那照片曝光之後 也有網友說 錢看起來是被洗得蠻乾淨 感覺上面已經沒有什麼病毒了 不過疫情升溫的狀況之下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在兒童重症的個案好像越來越多了 甚至國內已經出現了 有三例兒童病發急性腦炎的狀況 其中兩名幼童是因此而死亡 指揮中心就召集了專家要來討論 接下來要怎麼樣來處置 也提供了五大臨床的表徵 讓家長可以來參考一下 還有專家分析 其實幼兒園才是最應該停課的族群 幾乎疫情尚未達到高峰 但兒童染疫重症卻又增加 一名五歲男童有先天肌肉系統疾病 發病當下出現腿痛 在家中昏迷 經濟鬆醫治療 檢查出肺炎及腦水腫情況 另一名九個月大男嬰 染疫後出現發燒咳嗽 活動力變差 甚至出現效果症狀 兩人都在加護病房治療 根據統計國內出現九例兒童重症 有三例病發腦炎 其中兩例更病逝 指揮中心二十號召集兒科專家 討論處置指引 像是意識或行為改變 精神混亂 抽搐 肢體麻痺 非自主性眼球動作 例如鬥雞眼 眼球轉動 眼球往上看 都可能是兒童染疫 腦病變的表徵 所以腦幹被侵犯的一些臨床表現 眼球翻白眼 一直在那邊轉來轉去 鬥雞眼這種眼球的表現 都要很緊張 醫師謝忠學指出歐美沒有兒童 因為Omicron導致急性腦炎死亡的病例 目前已知只有香港兩位兒童 馬來西亞一位兒童 因為嚴重急性腦炎死亡 分析幼兒園才是最需要停課的族群 只是地方政府沒有勇氣直接公告幼兒園停課 台北市政策急轉彎下午宣布各公司 立幼兒園下週暫停實體課程五天 另外其他縣市下週都針對公司 立幼兒園宣布停課 台南市高雄市從23號停課至29號 新竹市則是從23號停到27號 未滿五歲幼童染疫可能併發腦炎 又沒有疫苗可打讓不少家長都很擔心 記者王志文陳嘉倫台北採訪到 水神抗菌液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營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